嗨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欢迎来到YES英语辉课堂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新概念英语1 Lesson 11 Is this your shirt? 课文解析 OK 在我们开始解析课文之前呢 我们还是来复习一下这节课的生词和短语 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读哦 W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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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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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的 Perh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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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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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的 C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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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 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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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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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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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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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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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Si 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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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uu S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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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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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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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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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一起来看一下本节课的七副插图 从插图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几个人物还有一些衣服应该是shirt对不对那这几个人物围绕这些shirts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ok Lesson Lesson Is This Your Shirt Whose Shirt Is That Is This Your Shirt Dave No Sir It's Not My Shirt This Is My Shirt Blue Is This Shirt Tim Perhaps It Is Sir Tim Shirts White Tim Yes Sir Is This Your Shirt Yes Sir Here You Are Catch Thank you Ok 同学们有听懂这段对话吗好的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听第二遍录音那听完第二遍录音呢老师希望同学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Whose shirt is white Lesson Lesson Is This Your Shirt Listen Then answer This Question Whose Shirt Is White Whose Shirt Is That Is This Your Shirt No Sir It's Not My Shirt My Shirt My Shirt Blue Is This Shirt Tim's Perhaps It Is Sir Tim's Shirts White Tim Yes sir Is This Your Shirt Shirt Yes sir Here you are Catch Thank you sir OK 听完了第二遍录音同学们现在有答案了吗?Whose shirt is white?谁的衬衫是白色的呀?The answer is Tim's,对不对呀?OK,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第三遍录音,第三遍录音呢,老师希望同学们可以一边听一边更读,are you ready? Let's go Lesson eleven Lesson eleven Is this your shirt? Whose shirt is that? Is this your shirt, Dave? No sir It's not my shirt This is my shirt My shirt's blue Is this shirt Is this shirt Tim's? Is this shirt Tim's? Perhaps it is, sir Tim's shirt's white Tim Yes sir Is this your shirt? Yes sir Here you are Catch Thank you, sir OK,三遍录音都听完了,同学们都听懂了吧? 好,现在呢我们正式开始解析课文,来看第一句话 Whose shirt is this? 这是谁的衬衫 好,前面呢在单词部分我们已经学过了 Whose呢,它是一个特殊疑问词表示谁的 那这个问句呢就是一个特殊疑问句,对不对? 那同学们还记得我们在前面的课文当中有学过哪些特殊疑问句吗? 来跟老师一起回忆一下,分别是这些,对不对? What make is it? 它是什么牌子的? What nationality are you? 你是哪国人? What's your job?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How are you today? 你今天好吗? How's Tony? Tony好吗? How's Emma? 艾玛好吗? 那从这些句子当中我们可以发现 它们呢都是特殊疑问句 而且都是由特殊疑问词 who's,what,和how引导的 那在这样的特殊疑问句当中呢 特殊疑问词全部都是要前置的 就是说要把它们放在句子的最开头 OK? 那同学们还记不记得在Lesson 7 第7课的课文解析当中 老师有跟大家总结过一个特殊疑问句的公式 还记得吗? 那就是特殊疑问词加上必动词 再加上名词 然后后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 我们把它称之为公式1 公式1呢它呢只适用于大部分的特殊疑问句 我们呢还可以用下面这个公式2 来套用另外一小部分的特殊疑问句 那公式2就是这个样子 特殊疑问词加上名词加上必动词 后面还有内容 那公式1和公式2呢它的区别就在于 必动词和名词它的位置不一样 对不对 那我们通过这三种疑问句来足够的分析一下 第一种疑问句呢是由who's引导的特殊疑问句 那在这类的特殊疑问句当中呢 它的名词也就是这个名词 它们是不受限制的 可以是任何名词 我们通过例子来看一下 好 第一个例子叫 whose is this house 那栋房子是谁的 特殊疑问词who's 必动词is this house 名词 那这个例子呢套用的就是公式1 那这句话是对的吗 当然是对的呀 好 那我们能不能用这个公式2 来套用这个例子呢 来看一下 whose house is this 那是谁的房子 那这句话对不对呢 这句话也是对的 那意思就是说 whose引导的特殊疑问句呢 它既可以用公式1来套用 也可以用公式2来套用 OK 这里需要提的一点就是 whose后面可以直接加一个名词 然后加一个问号 这个结构呢 可以用来问谁的什么什么东西 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 谁的小汽车叫whose car 谁的手表叫whose watch 谁的裙子叫whose skirt 谁的妈妈是whose mother 直接用whose加上名词 加上一个问号 就可以用来问谁的什么什么东西 OK 这个句型呢虽然很简短 但是它的功能却是很强大的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由what引导的特殊疑问词 这里需要重点提到的一点就是 当我们用公式2去套用what引导的特殊疑问句的时候呢 这个名词呢 它是受限制的 好 来看第一个例子 叫what is your nationality 你是哪国人 这是公式1对不对 特殊疑问词加b加上名词 那这句话是不是对的呢 这句话当然是对的 那我们用公式2来套用一下这个句子 叫what nationality are you 你是哪国人 这句话对不对呢 这句话也是对的 特殊疑问词加名词加b 后面还有其他内容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例子 你叫什么名字 叫what is your name 特殊疑问词加b加名词 都是公式1 那这句特殊疑问句问你的名字 这样问对不对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句话呢 是对的 但是第二句话呢 却是错的 为什么呢 老师前面刚刚讲过了 如果用公式2来套用what引导的特殊疑问句呢 这个what后面的名词呢 它是受限制的 你来看一下 在what加名词加b的结构当中 也就是这个公式当中呢 这个名词是受限定的 这个名词呢 它只能是以下这四个词 分别是make 品牌 nationality 国籍 time 时间 和color 颜色 问这两个名词句子呢 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 问时间和颜色的呢 我们后期再学 所以呢 问你的名字 我们只能用what is your name 而不能用what name are you 因为这个name不在这四个词当中 OK 同学们明白了吗 一定要记住哦 好 最后来看一下由how引导的特殊疑问句 那这个由how引导的特殊疑问句呢 它只能用公式1来套用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例子 how are you 你好吗 how is your daughter 你女儿好吗 这就是公式1嘛 特殊疑问词how加上b再加上后面的名词 OK how引导的特殊疑问句呢 它是不可以用公式2来套用的哦 因为how后面是不能加名词的 好 来看一下下面这几句话 is this your shirt Dave 大夫 这是你的衬衫吗 no sir 不 不是 this is not my shirt 这不是我的衬衫 this is my shirt 这是我的衬衫 那这个呢很简单 就是一个一般疑问句 对不对 Dave Dave是一个人名翻译成大夫 它是一个俯元俯义的结构 所以这个A发A读作 the A day D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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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它的回答呢就很简单 没有回答成no it isn't 它直接用了no sir 不先生 这样回答呢就直接用了一个no 来表示否定 没有直接用no it isn't 好 这句话呢很明显是一个否定句 否定句这个not这个副词呢一定要跟在bidance的后面 OK 好 这就是一个肯定句 this is my shirt 非常简单 对不对 好 来看下面这个句子 my shirt is blue 我的衬衫是蓝色的 is this shirt Tim's 这件衬衫是蒂姆的吗 Tim's shirt white 蒂姆的衬衫是白色的 那一共有两个shirts 对不对 shirts一和shirts二 它们呢都是shirt is的缩写形式 翻译成衬衫是 其中呢这个is呢就相当于是 shirt is 衬衫是 OK 那这里也有一个teams一和teams二对不对 那这个teams一和teams二 是不是teams is的缩写形式呢 这个ps是不是ese的缩写呢 同学们自己来判断一下 那答案就是no 不是 那如果teams不是teams的缩写 那它又是什么呢 其实呢teams呢应该翻译成 地母的这个ps呢 这个ps呢就相当于我们中文的的 白勺的 后面呢其实省略了上文当中 已经出现的名词shirt 为什么要省略呢 这样是为了避免语言的重复 OK 那这个teams呢 它就是名词teams的 名词所有格 是一个新的概念对不对 名词所有格呢 它表示的就是名词之间的关系 这里teams呢它表现的是team和这个shirt之间的关系 很明显这个shirt是属于team的 所以翻译成地母的衬衫 OK 好今天老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三种名词所有格 名词所有格 表示的是名词之间的所有关系 第一种也就是我们今天学的 名词后面加ps 第二种名词后面加一撇 第三种名词后面加二 来看一下 好第一类 这个名词后面加ps 这种名词所有格呢 它表示的是有生命的名词 以及某些表示时间啊 距离 星球 世界 国家等 没有生命的名词 就用这个ps 来表示前后名词的关系 来看一下具体的例子 my mother's handbag 这个应该翻译成我妈妈的手提包 my 我的mother mama ps 就是这个的 handbag 手提包 妈妈是不是一个人呢 人是有生命的对不对 这种有生命的名词呢 如果要表示它的所有格呢 就要在它的后面加上ps 表示的是妈妈和手提包之间的关系 很明显这个手提包是属于我的妈妈 所以my mother's handbag 就翻译成我妈妈的手提包 好 这种名词后面加一撇的形式呢 来看liz 它呢主要是针对那些 以s或者es结尾的名词 像这一类名词呢 因为它本身自己的单词末尾 已经有了字母s 在表示所有格的时候呢 就不用再加s的 直接加一撇就可以了 来看这个例子 twenty minutes work minutes 是分钟的意思 twenty minutes 就是二十分钟 这是一个复数形式 它的单词末尾已经有s了 那如果你要表现它的所有格呢 我们直接在这个单词的后面 加上一撇就可以了 twenty minutes work 就是二十分钟的步行路程 这个一撇呢就翻译成的 ok 最后这种名词所有格呢 它多数表示的是 无生命名词之间的关系 来看这个例子 the window of the house 很明显窗户和房子都是没有生命的 所以呢 它们之间的关系 只能用这个of来表示 房子上的窗户就叫the window of the house ok 同学们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后面呢我们会具体讲到 好 我们今天重点来讲解一下 这个有生命的名词后面加ps 表示前后两个名词之间关系的 这种名词所有格 它呢翻译成谁的什么什么东西 当然了前面这个名词肯定是有生命的 然后再在它的后面加上ps 来表达它跟后面这个名词之间的关系 好的我们先来回想一下 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一些 形容词形物主代词对不对 这些形容词形物主代词呢 它们其实就是代词的所有格型式 我们目前学到有几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分别有 我的 my 你的 your 他的 his 女他的 her 还有动物他的 its 那这种有生命的名词呢 多半是表示各种表示人或者动物的词 对不对 然后再看它们的后面加上ps 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看一下 第一个例子 索菲亚的 索菲亚是一个人的名字 是不是人呢 当然是呀 所以它的名字所有格叫sophies 直接在sophies后面加上ps 这个王小姐的很明显 很明显 她也是一个人 miss wang's steven的 她也是一个人名叫stevens 表示她的名词所有格 这些呢都是表示人的人名 所以呢 她们的名词所有格呢 直接在后面加上ps就可以了 好看一下这个 我儿子的 这个我儿子的很明显 应该是我的儿子的 对不对 我的前面刚刚讲过叫my 儿子 son 那他我儿子的这个名词所有格呢 就应该直接在my son的后面加上ps 他女儿的应该是他的女儿的 对不对 他的叫his 女儿叫daughter 那这是不是一个人呢 当然是呀 所以在后面加上ps 表示他女儿的 好 他老师的 那应该就是他的 他的老师的 他的老师是不是一个人呢 当然是呀 有生命的嘛 他的叫her 老师叫teacher 那这个的呢 直接在teacher后面加上ps就可以了 这些呢 通通就是表示人的名词 对不对 好 来看最后两个例子 那只小猫的 小猫是不是有生命的呀 是的 所以叫that cats 直接在cat 猫的后面加上ps 表示那只小猫的 那这个呢 这只小狗的 小狗有没有生命呀 有呀 所以叫this dogs 直接在dog后面加上ps 就表示这只小狗的 好 同学们都明白了吗 好了 看这几句话 Perhaps it is sir 也许是先生 Tim 蒂姆 Yes sir 什么是先生 Is this your shirt 这是你的衬衫吗 Yes sir 是的 先生 这个perhaps it is 呢 我们在单词部分已经讲过了 它就是一个常用的表达法 翻译成 也许是 可能是这样子 表示推测对不对 Tim 就直接叫这个人的名字 叫他的名字 那这个人回答是什么呢 Yes sir 我们来看一下 这句话呢 它是以问号结尾的 对不对呢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yes 就不是用来回答 一般疑问句的 肯定回答了 而表示 这个人呢 听到了对方的话 然后做出了一种回应 翻译成 怎么了 什么事 这是我们在第一课的课文解析当中 讲过的内容 同学们还记得吗 你看 他的老师叫他 蒂姆 然后蒂姆说 什么事呀先生 怎么了呀先生 就表示他回应的老师叫他 好 这句话很简单 是一个一般疑问句 他的回答呢 也很简短 直接用了肯定 yes sir 没有用 yes it is 好最后这两句话 here you are 给你 catch 接着 当你把某东西给某人的时候呢 我们既可以用here you are 也可以用here you go 就翻译成 给你 那这个catch呢 接着它就对应的是这个动作 老师呢 把这件衬上往它一扔 然后就说catch 好课程的最后老师带同学们把课文领读一下 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读哦 Whose shirt is that? Whose shirt is that? Is this your shirt, Dave? Is this your shirt, Dave? No sir It's not my shirt It's not my shirt This is my shirt This is my shirt This is my shirt My shirt's blue My shirt's blue My shirt's blue Is this shirt, Tames? Is this shirt, Tim? Perhaps it is, Sir Perhaps it is, Sir Turns shirt white Tim's shirt's white Tim Tim Yes, sir Yes, sir Is this your shirt? Is this your shirt? Yes, sir Yes, sir Here you are Here you are Catch Catch Thank you, sir Thank you, sir Okay 好,同学们一定要记得多读多备课文 然后一定要记单词 So much for today See you next time, bye